說回何生何太 何生何太呢 今天沒什麼新聞 但我見何太關注組 日日追 現在見到有異象 兩夫妻開始有危機 危機哪裡來呢 昨天司港快要死 現在他每天陪他直播 何太坐大腿 何太直播時坐在何伯大腿 直播期間他合眼墳睡覺 鬆爭罵他 鬆爭罵他 好像有條片 你坐在何伯大腿 應該睡不著才會這樣坐 他習慣了 習慣了就可以了 最糟糕的 好像這個 這條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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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公仔 你閉眼睡你還在那 我睡吧 掌眼睡 被他鬆爭罵他 那躲在那裡 然後呢 這個 這個 就在說 很開心 現在阿可伯很風騷 吃住都不用自己錢 他說什麼呢 吃我太太的 住我太太 暫時 吃我太太的 住我太太的 暫時 說完這句話之後 你看看何太的臉 臉 嘩 真是黑過抗命酸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暫時 哈哈 就是這樣說的時候 挺肉痛的 大哥 我要投資多久 我教人碰金龜 大哥 我現在踩了湯 哈哈 我們昨天都說過 還有一句 何太轉變策略 化悲憤為流量 這樣就很成功 這件事 那現在就天天做 另外呢 有些小道消息 包括 有兩個台 一個台 就是這個窮飛龍 追得很緊 追得很貼 立刻就播出來 好像聽完 聽完這個什麼 這些 這些 聆聆 聆聆 立刻放下重點 就說原來房署的高官 已經一早探訪了 何馬 何生何太 那你探訪了他之後 為什麼不踢 何百走 這個案就是我很懷疑的 其實是 喂 現在是羅淑佩說 他是沒有資格 是不應該住 一天都不讓 為什麼探訪完之後 還讓他住在那裡呢 其實呢 這個是房署的醜聞來的 這個處長說完之後 天天在那裡開直播 你都看到他在那裡 有沒有搞錯啊 是不是 不合理 另外 他們自己說 四百五十萬 是他老婆留下來的 是不是 喂 如果是他老婆留下來的 他這個說話 是應付誰呢 應付房署 用來應付房署的話 你就解釋得過去 但是如果這句說話 你應付子女的時候 你只能夠是得失一邊 矛盾大戰 是不是 四百五十萬 是屬於 阿可伯 還是屬於你老婆 先 為什麼那些子女 就口口聲聲 他們有權去 去Claim這四百五十萬 就是因為這些錢 是屬於他老婆的嘛 這些錢 是你前妻辛辛苦苦 找回來 而你阿可伯 就整天爛賭鬼 這樣輸了錢去 正正因為這樣 你現在 娶一個新何太回來 他是拜了我們老母的錢 是嗎 所以 他就帶一條道理 現在的小女就拿回來 是嗎 喂 這個是不是很狠 現在你這樣看的話 所以為什麼翁正正常說呢 你聰明的 就不要整天說這麼多話 因為你說得太多話 有時候很難自圓其說 很容易被人踢爆 這件事是 他又說什麼 有小女痛痛腳爆 現在就告訴你 現在全面破裂了 爆完的大仔 是水警警長 然後又說借人錢 在大陸又說有什麼 就施生子 是吧 之後就爆個小女 然後 然後 因為他現在 是 住是政府 拿社會福利 那法門 就去打官司 這件事 就是 你現在 陸偉雄 不是陸偉雄說 你欠那450萬 是很困難的 困難什麼意思 如果你要欠的話 你要找一定程度好的律師 你才可以幫你揮回來 那你找法門的律師 你猜夠不夠給嗎 或者你照找 但是 夠不夠 夠不夠 夠不夠call去打呢 是吧 我經常說 法門律師 是做最簡單的事情 是啊 法門律師做最簡單的事情 甚至乎哄你認罪 其實是 那 就說 那個定期存款 450萬的定期存款 就說 到6月28日 預期 之後就會有大動作 那 那 水哥那邊 就是這個無良軍師 水哥那邊 就說 他這450萬 是他老婆離世之後才出現的 那 就 這個 就被人踢爆了 是吧 你為什麼會離世之後才出現呢 就好像前言不對後語 就是這樣 主要就是 沒有什麼特別新的事情 這些發生的事情 我們通常這些 壓軸最後才說 既然傳承關注 我們都要生存的 是吧 就是希望不黃標的時候 可以收到一些廣告費 是吧 JR1成功一次過的 是JR嗎 現在不是JR 是JR 製造成做公關 是吧 應該是 至於 還沒到 什麼 何生倒鑽吸人血 僵就是腦才強 這個 我都覺得 是啊 但是他剛才 那麼輕挑針出來的時候 你就搞到 何馬馬 立即變了抗榮孫 好了 我們今次時間差不多了 那 下星期 星期日 星期日早上 我想先暫定大家十點鐘 太多黃標了 我們又要做表演了 到其時就見面了 如果大家有歌單的朋友 或者有點唱 最好就在Buy Me A Coffee 課金留言 告訴我 你想聽什麼歌 到其時就準備一下 OK 多謝各位 後日見 拜拜 拜拜